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只要我會帥就名你好辣醫師團 看病也有訣竅 今天好辣醫師團來告訴你 看病講對重點 可能保住你一命喔 好辣軍團講了哪些關鍵字 讓健康起死回生呢 這班小護士張文綺 好棒啊 是的 我要來了 是的 觀眾我問你喔 之前你有沒有那種經驗 就是你去那個診所的時候 在外面等 光等就要一個小時了 有啊 不行還是要看啦 那個到那個醫院白天掛 這個帶著阿嬤他們去說 既然就來了 那我們就打那個 流感好了 掛號吧 就掛... 掛一看比如說是152號 一看現在98了 等啊 應該很快啊 98真的 說了一個多鐘頭 還沒到 101號啦 還沒到 還沒到 101號 今天是在創作什麼 但是怎麼那麼 那總是他們 又光天花露總不能進去敲門 對 那個忽視出來我還故意 把臉錯過去來看 好啊 讓他知道說 我在這裡我等很久了 對 而且進去的時候 足足兩個小時 我們就退好了 對 兩個是退好了 我剛剛... 太多人了 真的...我也是這樣子啊 而且進去的時候 只有三分鐘 就看到三分鐘 但是我就等了一個小時 醫生問我說 你怎麼了 我說我感冒了 因為我跟他講說我要唱歌 所以我想要趕快喉嚨好 他說那OK 來 打個針 就跟我說打個針 然後就包給打發了 所以妳沒有什麼講 流鼻涕感冒 對 然後重點是 我有發燒 我忘記講了 說人家對話 你 掛號200個人 一個看三分鐘就幾百分鐘 600 600分鐘 所以三分鐘很久了 算... 算醫生對我很好了 我知道啦 所以妳要講重點 是 像我們一去說說 我有... 我是上禮拜三開始頭有點暈 然後開始鼻涕就比較黏稠了 而且從昨天晚上開始咳 我發燒 不然我不來看病 他就看見 那妳鼻子張開 然後沾一沾 然後看耳膜 很狂 對 然後注意背 這流行病人 妳沾在暈眩 看會不會暈眩 暈眩得很厲害 很快就快要了 我差不多三五分鐘就看完了 這個就是重點嘛 是 我就是抓不到重點 難道我去說 我要看我香港腳嗎 不用... 來 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 今天介紹的就是 看病要找對重點 才能救你一命 對 不要說半天 又耽誤別人時間 耽誤醫師的時間 是 來 請看 來 病患超愛先入為主 害醫生診斷方向 全都是錯誤的 對 不要自我診斷 我是常常在網路上面分享一些 親子育兒生活的部落客 我叫蜜豆沙 那像我自己 就是因為我的皮膚 就是很容易敏感 就是像是對海鮮 或者是藥物 都很容易過敏 所以我只要皮膚一有狀況 我都是第一個想法就是 一定就是過敏了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 皮膚就是全身起紅斑 那我就想說 前兩天有吃海鮮 應該就是過敏了 我就到嘉醫科診所去看 我說醫生我前兩天吃了海鮮 好像過敏了 對 然後醫生開了 所以妳自己判斷就是海鮮過敏 對 然後醫生開了 過敏的藥給我 我吃了兩天也沒有比較好 我想說那算了 還是去皮膚科看看好了 後來皮膚科醫師才幫我診斷說 其實我這個不是過敏 是一個叫做 對 然後是被小朋友傳染的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我自己是摸到耳朵下面這邊 有一點粗粗乾乾的 我也想說 那應該也是過敏 我就沒有太理會它 後來隔一天就是開始那個 部位有點擴散 然後而且刺刺痛痛的 我想說這次過敏好像比較嚴重 我就一樣又去嘉醫科診所說 醫生我這次過敏 好像就是比較嚴重 會有點刺痛 那醫生就說 妳好像常常過敏 那我一樣就開過敏的藥給妳吃 可是到了隔天 更嚴重 就是擴散到就是 範圍更大之外 就是整個到後腦勺 整個半邊的頭 全部都在衝痛 而且是輕輕一碰 就很像有刀子在割一樣 天啊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過敏的地方 我自己去抓一個傷口 然後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然後因為在頭部 我就很緊張 我就趕快去大醫院看 結果醫生一看說 妳這個全部都起水泡了 妳就是 好可怕喔 對 結果其實是皮蛇 什麼叫第五 妳剛剛講第五病 因為第五病 因為第五病比較好發在小朋友 它之所以叫這個名字 它是歷史上第五個被發現 孩子會出疹的疾病 第一個是什麼出疹的 第二個什麼疾病 它剛好是第五個被發現的 所以它叫做第五病 然後它在孩子的身上 它會出現 臉頰上紅紅的 看起來很像被人家甩巴掌 所以有些人叫做掌果病 掌果病 就像冬天太冷 小孩子兩臉 對 紅紅 蘋果臉這樣子 那這種病 大部分都是自線性疾病 就是自己會好 可是偶爾這些病毒 也會傳染到 給很親密接觸的爸爸媽媽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隨著時間度過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妳的腿爪 不是別人傳染到 鼻蛇應該不是 因為醫生應該是說 是免疫力比較長 因為我剛好那一陣子 就是比較長 鼻蛇大部分都是小時候 自己得過水痘 水痘好了之後 潛藏在身體的裡面 然後大了之後 可能免疫擦 可能熬夜 可能半夜去陽明山看夜景 然後呢 就開始出現了 第二次出現的水痘 就叫做皮蛇 半夜去陽明山看夜景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 各科真的不同專長 第五 Fest disease 就我知道 我不知道是第五個 這個發現的病 好險不是第87個發病 87病 87了 87病 不過剛剛那個慕容醫師講 還有來賓講的 其實我們常常遇到 因為現在資訊太發達 把我們節目 也給大家很正確的資訊 可是正確的資訊 常常會套到自己身上 我們經常說 港兵 港鏡頭不一定港兵 你知道嗎 我前陣子一個印象很深刻 一個女性 一個大概30歲上的女性 來她很客氣 她一來就說 陳醫師我下面有一些突起 你知道 醫生就這樣給我一個資訊 我馬上跳出 下面有一些突起 好 那我就會開始問有沒有破皮 因為我以前講過 婦女的婦科疾病 大概一代二養三位到 四突起五破皮 這個五個常見疾病 大概就是這寒掛這幾個 所以馬上就問 那有沒有破皮 有 你知道嗎 又突起又破皮 馬上就跳到拋枕類 或感染性疾病 那最近有親密行為嗎 你知道嗎 然後馬上就坐死起來了 天啊 那就伴侶同情的眼光說 那你有什麼樣的問題要協助 她說 但我就問她 她說她就很生氣 叫男朋友去檢查 可是男朋友去泌尿科檢查 那說沒事 因為如果是拋枕類感染 男生通常說表皮也有破皮 他常常是尿尿就不舒服 可是男生堅持發誓 他真的是清白的 他覺得一定有問題 所以他來說 那我們還是內診看一下吧 結果內診看 果然有一個凸起 果然有一個破皮 但是這個凸起 一看旁邊有好幾個小凸起 其實那是 那至於那個點呢 因為它凸起 褲子有點磨到 還有它就是 你知道人的手肘 扣一下 扣一下 剛好男朋友回來 剛好就破皮 那個地方就 那個特別痛 所以當場 我拯救一個男人的清白 我就說 其實你這是毛囊炎 剛好破皮 於是他使用的就是 一般的抗生素軟膏 跟局部保持乾淨清爽 就可以了 那他就說 那是不是跟男朋友 親密關係有關 我說這真的有一點點關係 因為親密關係 當然那個地方 也許分泌多一點點悶到 這就真的有關係 但親密行為是好事 所以港淨淘不一定 港三 但是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呢 後來隔幾天 有另外一個不是這個人 另外一個人來就說 陳醫師 我跟你講 我上次毛囊炎 但我這次 我覺得應該也是毛囊炎 可是他們比上次厲害一點 那我想來跟你拿藥 你知道醫生有一個反射動作 就是說比上次厲害 如果跟上次一樣 有時候我們病人很多 你拿藥回去就好 比上次厲害 我說是厲害在哪裡 這次上次小小破皮 某個藥就好 這次比較多顆 而且其實蠻痛的 所以我才急著來掛你們診 你知道很多顆 又很痛 這個就 一次就把它拉上去看 真的是拋診 那拋診的治療 當然少部分自己會慢慢好 可是它疼痛會很久 其實有時候還是要 藉由一些局部的拋診軟膏 跟一些藥物的治療 這個有時候還是要 跟醫師討論看看 尤其症狀 稍微有點不一樣 要講一下 真的 有一次就是 我小孩發高燒 就燒到快四十幾 就很高燒 那真的剛好是流感的高峰期 新聞就很常播 什麼流感啊 重症很嚴重 我就很害怕 趕快帶他去家裡附近看一下 就做快篩 然後結果快篩出來 就說沒有啊 是陰性的 沒有得流感 那我就說那醫生 那為什麼他發燒發那麼高 醫生說好 那我幫你檢查一下 他就看一下喉嚨 喉嚨發炎 就是紅紅的 他就說其他 一般看起來還好 那應該就是一般的感冒吧 就開始退小藥 然後回去吃退小藥 多休息多喝水 蓋就會好了 我說好 那我就回家了 我就過了兩三天 就是乖乖吃藥 都沒有會 一樣燒很高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我就趕快帶他去大醫院做檢查 然後大醫院就是檢查說 不是流感啊 也不是腸病毒什麼的 他就說那要驗一下尿 我說驗尿 我說好 然後他們就驗尿 就採集那個尿液 結果驗尿出來 發現是 而且 我們就因為有拖到 前面因為有先去 就是吃藥嘛 做快篩什麼的 有拖到三天 所以他就是有點感染到 比較嚴重 感染到他的 對 就很嚴重 所以他就是住院 住了兩個星期 打抗生素什麼的 然後才可以出院 那他真的就很辛苦 那怎麼感染 尿道感染 因為可能包尿布的小朋友 尿道比較短 是可能叫問醫生 小朋友其實還蠻容易 尿道感染的 因為他其實有的時候 叫做上行性的 就外面的髒污的東西 例如說他拉肚子 或者說大便 包著尿布 從他的尿道往上面 對 所以當你的孩子 泌尿道感染的時候 醫生可能還會再幫你做一個 對 看看他從膀胱的尿液 會不會往後面 回流到腎臟 有沒有影響到腎臟 我總感覺印象中就是 常常在公共廁所 爸爸帶了小孩 你自己進去尿 讓小朋友可能亂尿 對 這樣也會感染 這樣也會有可能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會遇到說 那個大人的那個男生尿布 尿尿的那個比較高 然後小孩子的那個小雞雞 就剛好在那頂上 他可能就接觸到那個 他那邊氣去 我這個碰一下 大家不要太緊張 但是如果小朋友 真的在那邊拉來拉去 還是要小 對 就很容易感染 我們印象中這樣才會感染 其實小朋友因為不會講 對 必須靠爸爸媽媽幫忙觀察 那醫生有一個思考邏輯 如果你一去就告訴他說 我覺得他是流感 就等於是打斷了醫生的思考 對 醫生就會直接去流感看什麼事 醫生一做 不是好 那你就可以回家了 實際上你把症狀告訴醫生 讓醫生去判斷 去判斷 我之前曾經有遇過一個阿嬤 跟媽媽帶著一個孩子來 那很特別喔 媽媽跟孩子戴著那個 防護性很高的口罩 然後阿嬤呢 除了戴口罩之外 還戴安全帽 困難笑 是什麼 那我在看診的時候 後來才知道 這個不是阿嬤 這個是隔壁鄰居 隔壁鄰居 然後他就幫忙講說 戴著自己的青春小孩 他會害怕 他就幫忙講說這個孩子 咳嗽發燒好幾天 應該傳染力很強 然後他跟我講一句話說 應該是最近在流行的 其實這個麻疹是很怪 因為並不是說 你說麻疹就麻疹 然後我怎麼檢查都覺得 身上也沒有疹子 然後看起來就比較像是 普通感冒 病毒感染 燒得比較久一點 我正打算放他回家的時候 阿嬤又講一句話說 我們家就住在那個疾管署 有寫出來的那間牛排館旁邊 好可怕 因為那時候有公告 說你幾月幾號 曾經去坐過哪一班車 然後有去哪個牛排館 吃東西的時候 對 其實我雖然覺得他不是很像 但是你偏偏講出這句話 那一定會 一定會 如果腦袋裡就想出 我如果把你放回家 隔幾天我上新聞說 對 要檢查出來 有去看過陳慕容的 對 好 我就寫說 我寫個轉診單 然後提醒媽媽說 媽媽你不要做大眾交通工具 你就自己開車去醫院 然後過程中你口罩都戴住 不要跟人家接觸 然後那個阿嬤安全帽 也不拿下來說 好 我可以回來洗身體 阿嬤就沒有跟著他去醫院 就自己回家了 隔了兩天 我打電話去那個醫院 醫院說 狀況未明之前 我們還是最高標準對待 有了五天 媽媽帶著小孩回來說 不是麻疹 真的是 但是他們被關在隔離房 每天有人送食物進來 好慘了吧 所有的衣服都不能換不能洗 然後被隔離了三四天 我跟你講身旁的人真的 很容易是陷害你 我就是其中之一 會陷害 因為我之前就會跑外景 然後那時候原本是去 我們要去秘魯 然後去秘魯之前 我們會打那個 黃熱病的疫苗這樣 對 對 然後就後來回 我已經回國了 回國差不多已經有 大概一兩個月了 就已經很久 然後突然就感冒了 然後我感冒之後 就之後我爸爸媽媽就很擔心 講說完了完了 你之前是去那個疫區 你會不會是有 黃熱病的感染在哪裡 我說沒那麼嚴重 不可能 然後她說那趕快去看醫生 我說好 那去看醫生 他們那一次是真的是很熱心 就是陪我去醫院檢查這樣子 然後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一句話都還沒有講 然後我爸就會先說話 他說醫生我兒子 他跑外景 就是因為那個疫區 你知道他們外景很辛苦 他們那種黃熱病感染 就是講了一大多 有沒有沒 你看他就回來的時候 就開始發燒什麼的 我說沒有我沒有回來的時候發燒 我回來的時候很正常 已經有一兩個月了 對 然後我爸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定很嚴重 醫生你對 一定要好好檢查這樣子 然後檢查出來 我確實就是一般的感冒 對 然後可是也沒那麼快好 所以我們又去復診 復診之後呢 我爸就覺得說感冒怎麼會拖到 這麼久 就是肯定是黃熱病 對 我爸就說 醫生你這次一定要幫學會做一個 就是徹底的檢查 因為他真的 感冒沒有好這不太正常吧 他真的是從疫區回來 有完沒完的話 就再檢查一次的時候 就真的爸爸 我就是一般的感冒 好 這是上個月的事嗎 太緊張了 很久了 半年前 還好很久 那還好 如果是上個月的事 我覺得 所有的人 你是拖了一個月來 傳染病帶來棚內來 對 說到這個病患先入為主 我也是有個比較驚險的經驗 就是有個婆婆 大概七十多歲 那時候我下午門診 一點半開始看門診的時候 她就會一直敲門 我說為什麼要先看 她就說因為她胃不舒服 想要先排胃鏡 叫我先開個單子給她 她要先去做胃鏡 等一下看報告 才不會浪費時間 然後她就一直跟我們吵 她想要插隊 後來我們就是盧不過她 就請她進來 她進來 我說你婆婆 你到底怎麼回事 她就說她昨天晚上 就吃湯圓 吃完湯圓之後 就到晚上十一二點的時候 就吐 然後胃很不舒服 後來她去掛急診 然後在急診的時候 那個急診的醫師有診斷 她就跟她 開了一點胃藥給她 然後就跟她說現在半夜 沒辦法做胃鏡 那我幫你掛胃腸科 你白天的時候 再到醫院去檢查 然後那個婆婆就回家了 回家到早上的時候 她還是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她覺得說 她應該要先做個胃鏡 所以她就來敲我的門 說想要先看 那我就問她 我說說你胃不舒服 那你還有沒有別的症狀 她說有啊 就是這個胸口 就不太舒服 就一直吐 我這邊整個都熱熱的 那我說你會不會 會不會痛到 會不會有點冒冷汗 她說會 我說你會不會有點 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她說會 我聽起來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這有點不太單純 我就說這個婆婆 你先不要急 我們先去做個心電圖 心電圖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確定你心臟沒有問題 你再去做胃鏡 她就說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 我就說她覺得這樣會拖時間 我說不行啊 這為你的安全 你還是先做個心電圖 都沒有問題 我們再去做胃鏡 她就勉強聽我的話 就去做心電圖 結果我們只能看一看 看到差不多五點多的時候 發現她沒有回來 那我就打電話 看到心電圖是 我就說剛剛我一個病人 去做心電圖怎麼還沒回來 她說那個病人 她躺上去心電圖一做 就是心肌梗塞 她就急性心肌梗塞 然後他們就直接叫她去急診了 天啊 轉到去急診 她後來就直接去急診 我就想說我那時候 剛剛我下班 我就想說大概去急診 他們後續會處理 然後後來事情就到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我們有開晨會 然後那個心臟科的醫生 在morning meeting 在晨會的時候碰到我 我就跟他說 錢醫師你昨天有個病人 在你門診後來去做 去做心電圖 後來發現心肌梗塞 我們當就是馬上接著 就去做心導管 心導管做進去 發現他兩條血管就塞住 塞了就幫他坐放支架 那運氣還算不錯 對 有沒有 他放完支架之後 他們說他整個血壓上不來 然後當場莊葉克膜 當天晚上接著莊葉克膜 因為他整個血壓怎麼樣 都上不來 人是還清醒的 但是就莊葉克膜 他就住家務病房 他就跟我講說 他就現在還在家務病房 不過已經比較穩定了 就是血壓慢慢上來 但是還在莊葉克膜 我想說我還是去看他一下 我想說早上 我就去家務病房去看他 我就抱抱那個婆婆 看到他 因為他人是清醒 他只是裝著葉克膜 這個體外型環境這樣 那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 不然你知道怎麼嚴重 我說怎麼那麼嚴重 他說對啊 我覺得怎麼會那麼嚴重 他們是不是搞錯了 我覺得我心臟應該沒問題 我說我心臟應該沒問題 他說其實我們 你這根本就是心氣梗塞 你一直在想胃潰瘍 我就說我真的聽你的話 就我當時就真的 完蛋了 鄉下的阿嬤都有這種情形 我們都叫他說 你來朋友要先做檢查 他說沒有 我們不會去朋友 我們嫁別去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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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預期還算不錯了 來 第二張 來 第二題 看病前做錯事 湮滅證據 讓醫生好難判斷 看病前做錯事 湮滅證據 這個我只知道說 比如說你要去看中醫 結果你塗太濃的妝 人家看不出你臉色 對 茶顏觀色對不對 你自己還那種飄飄亮亮劇 你氣勢很好 你沒有病 可是一卸妝 我們其實如果動手術的話 動完手術之後 那個傷口的狀況怎樣 包括它的分泌物 如果裝引流管的顏色 各方面都是我們之後看這個傷口 長得好不好的線索 那我們之前就有碰過 我們動腹部手術之後 家屬就是手腳很勤快 他就會想學 學說你怎麼換 換了以後希望說 他的家人能夠舒舒服服 乾乾淨淨淨的 所以他們有時候就會協助我們先更換 在我們來看之前 他就會先記錄說 引流管的量大概多少 然後今天大概怎樣這樣 那有一天就是 我們手腳很勤快的家屬 他就已經把那個 引流管的顏色已經 就是都 他就覺得顏色不對 那不太一樣 你有留那個顏色的樣子出來 或紗布的樣子給我們看嗎 他說他都換掉了 因為他覺得這樣很髒 或讓病人不舒服 那我們就無所依據 只覺得有點奇怪 那病人看起來狀況是好好的 我們就說那沒關係 你下次如果有倒掉的話 你把那個剩下倒掉的殘渣 你要留下來給我們看 那病人家屬那時候 他一直跟我們說不好 那個有味道 我覺得怪怪的 醫生不好意思 我們說不不不 你一定要留下來給我們看 因為那個真的很重要 不會不好意思這樣 後來大概兩趟之後 我們再回來 他留下來給我們看 就嚇一跳說 那個挺流的顏色 從平常正常的 輕輕的 有點像淡青的顏色 變成濁濁的 然後混著一點 石米的顏色 那看起來看 就是那個腸子 吻合的地方有滲漏 所以後來我們就進去 幫這個病人看 果真是那個結合的地方 有滲漏 就及時幫他做這個手術 如果再延遲個 一天兩天的話 那個腹膜炎那個狀況 就很可怕了 很可怕 千萬不要這樣做啥事 說到驗滅證據 其實我個人還蠻有感的 因為我懷孕第一胎的時候 我本身很愛吃糖 然後我點飲料的話 我一定點多糖 然後蛋糕吃多少 我都不怕的那一種 但是因為懷孕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驗尿 然後到六個月的時候 要驗那個韧成糖尿 要抽血嘛 那我所有的檢驗 我都沒有過 那沒有過之後 因為就是糖分太高 全家人就一直控制我的飲食 那變成說 我這個也不能吃 那個也不能吃 然後我就懷孕的時候 超痛苦的 然後所以到第二胎的時候 我就學聰明了 我知道只要到檢查之前 我就狂喝白開水 狂上廁所 然後到驗韧成糖尿的時候 我超順利 第一次我就過關 然後過關之後 我回家我就超開心 妳是不是小孩有床 對啊 為什麼她一個身體的 沒有 因為懷孕 你對某些東西 你真的會特別吃 對啦 想要溫的 尤其是糖的 對 對 然後我回家之後 我就想說過了 然後我就開始 又開始狂吃蛋糕 什麼的 是因為到懷孕後期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在那個診間看完 我整天要起來的時候 有一點快要昏倒這樣 然後醫生就說 切糖去 對 而且我還就是 喝水沒辦法止渴 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醫生就看就說 我覺得你這就是 後來我又去檢查 結果就真的又是 潤成糖尿 兜了一圈 結果回家 全家人還是繼續控制我的隱形 然後醫生還警告我 他說因為這樣糖分太高的話 其實 很危險耶 對 其實對小孩不好 就會難產啊 所以我剛剛跟妳講 妳跟小孩過不去 不過我有順利生的 妳偷渡過去就影響小孩 很危險 對 因為我在現場 對 真的假的 你家生的喔 對啊 真的假的 他生的 認證他這樣很嚴重 就是那個醫生 不是 因為現在的產婦很聰明 你知道 產婦有產婦群組 他有很多互通友 真的 其實比較正常的群組 是互相提醒 教導 如何好好照顧自己 照顧小孩 對 那比較不正常群組 就是如何教母規避所有檢查 跟考試檢查 所以他們這種就是不太正常 那我要先講 其實孕婦 我自己在管理孕婦 不會太嚴苛 總是人要過火 對啊 可是這種序域考試作弊的 也是有遇到 那妳就會發現 他考試都及格 那我們就會安慰他 不錯喔 考試及格 他就 有時候我慢慢會判別 如果考試 說他考試及格 他眼神閃出那種 閃閃瘦瘦的光芒 後來就知道 因為他那時候就有 閃瘦這種光芒 後來兩個月以後昏倒 我就知道 他回去偷吃糖 只是那一次考試幾個 因為我們驗血糖 不會一天到晚驗 對 驗那一次而已 但是糖分我要跟大家建議 其實身體對糖分會習慣 所以你一直處在高糖 一下子不夠的時候 你相對低血糖的時候 其實真的會容易暈倒 反正你都過了那一關了 而且我剛剛聽到他說 他很想 因為在我們那邊生產很愉悅 對 我不確定是生產愉悅 還是想念那些糖呢 他說他願意再生第三胎 基宇你願意再生第三胎 我是鼓勵你吧 鼓勵我繼續吃嗎 到時候要嚴格管教 我們會在上面寫 病人會認識他 你會抽筋 可是安妞妳不胖嗎 對啊 妳很強 香脂糖 就是你在懷孕的時候 你會對平常愛吃的東西 更執著 你懷孕的時候胖到幾個 就只有胖肚子而已 對 總共體重胖的脂肪 不會胖七公斤 那好 還好 那這樣怎麼會有認真吃糖 所以這是大家對於 對 對 肺腎糖病呢 當然大家想像中的 一定是 好自然做比較胖 或者家族遺傳 但肺腎糖病 有一個重要因素 還是來自於懷孕的胎盤 胎盤有一個蛋白質 使得你的胰島素的代謝 比較有一點問題 這肺腎糖病 比較特殊的基礎 對 妳不講什麼 觀眾怎麼知道 觀眾會認為說 這個胖七公斤 再怎麼吃也不會有問題 對 像安婭這種 你看他懷孕只有胖七公斤 你醫師會想檢查的認真血糖 瓜哥你講的非常重要 有些為什麼叫篩檢 篩檢就是 所以像新陳代謝的疾病 血糖高血壓高血脂 其實不能看人的 所以在認真糖病 我們列為懷孕期的例行篩檢 一定要檢查 那為什麼安婭這種會更麻煩 他看起來是沒有任何風險 對嘛 你看年輕 然後又瘦瘦高高的 懷孕值增加七公斤 小朋友成長用標準 是 他還是有糖尿病體質 那表示他體內內 某些基因或代謝 是比較危險的 像這種我們反而會警告他 他的飲食要節制 如果不克制的話 二十幾歲 三十歲 有這個疾病 大概四十幾到五十歲 他有四成到五成 以後會 重病變成恐怖 好高喔 小老師 小老師 我不要讓這些人產生恐怕 我們講的是不控制 對 這還是要控制 他沒有想要控制 他還在那邊想別死 我不是說要多糖飲料了 你現在吃嗎 你現在吃嗎 我現在還是吃 不行 沒有辦法 過了這一集之後 我會好好控制自己 這種病不能等他來 來了他不會好 對 沒錯 糖尿病的來的不好 不過我覺得 醫療真的很照流程來 對 你會發現你跟我講個訊號 我一定思考那個訊號 對 可是現在鍵盤科難也多 我常常說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進來 他說 陳醫師我跟你講 我下面白帶比較多 然後呢 我看電視 你跟姜醫師都好神喔 你應該知道 我是什麼病吧 你應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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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過頭的嗎 後來就跟他說 你誤會了 是神的是姜醫師 因為我們都私下 叫他加姜神 大家都叫我寶仁哥 就是我是凡人 好不好 你不信要給我 讓我辯不出答案 來體育館還真的有 不過現在有一個趨勢 因為大家照相方便 我們的確在私密書的分泌舞 真的有一種 他很好玩的心態 他在感染的時候 他會不好意思來 他覺得這時候不太乾淨 可是又想看 所以常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不舒服 那我們現在方便看嗎 現在好多了 現在好多來看幹嘛 沒有啦 我是覺得好像不太放心 而且陳醫師你們都有宣導 其實有狀況還是要來看 所以呢 我有照相 你可以看一下嗎 還是要看 但是我們就稍微 衛教宣導一下 其實我要先講一個概念 我們所有看病 一個重點 如果一個疾病 它自己會好 雖然偶爾反反覆覆是出現 通常都不是大問題 很多是跟你的生活作息有關 可是一個病 如果 它通常一定是病 所以你要先想好 還有不要進來 就說你肚子大 然後就考我們 你知道那個是跟 江神可以這樣子 我們一般人知道 多一點資訊 其實像剛才一直提到 糖尿病的問題 其實現在有 中原院最新的基因研究 它其實跟有百分之五十人 其實是有跟基因 有相當大的一個關係 然後另外一個 還有以後監測糖尿病 會有越來越多 更精準的一個素質 包括C-Peptide這個素質 所以它如果真的愛吃 你就吃吧 然後但是你要去追蹤 哪一個素質 就是每天要量 對 另外一個對糖尿病 很大重要的因素 是抽菸 因為現在有很多證據顯示 你越抽菸 胰臟的機能 會被破壞得越厲害 你就越容易有糖尿病的問題 那民眾其實常犯的一個錯誤 解釋跟抽菸有關 就是我們常常到醫院 然後呢 有的病人 因為就像瓜哥 一開始節目講的 會等非常非常久 所以有的人很無聊 大部分會跑去醫院外面 抽個菸再進來 看號碼沒到 我有一個二十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是長期來 就是要看病態性肥胖 可是一直猶豫不決 到底要不要手術 總是想開到會怕 那總是在追蹤 病態性肥胖的時候 就會追蹤這些糖尿病 血脂還有血壓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會讓病人回去登記 因為一般都追蹤半年 再來決定要不要開刀 因為現在這樣 所以他就回去每次登記 來的血壓表都超漂亮 然後每次我說 因為我們還是會 有點不相信病人 所以來的時候要嘛抽血 然後再驗他的血壓 一量 每次都給我一百九 兩百 然後每次你的數字 在家裡都一百三 一百四 我說你到底是 血壓劑有問題還怎樣 他說沒有 那我應該是對你有白袍症候群 然後就這樣丟回去 結果看到醫生就高 後來搞了半天 有一次終於來的時候 我就聞到他身上有淡淡的煙 因為我們在跟病人 衛教是有說 你就 因為他那時候血糖值有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就告訴他說 你不要抽煙 所以他一直也隱瞞我們 後面他一直有抽煙這件事 所以他變成說他每次 在醫院要進診間之前 可能他在停車場就抽個煙 然後隔半個小時 煙會散一散才上來 那其實這樣子涼的時候 你血壓會高 其實很多煙會讓血壓的量起來 比較高 所以後來我們就 有一次就懲罰他 故意說你給我等兩個小時再走 再量真的就正常 所以如果病患有要量血壓的話 請記住短時間內至少一個小時內 不要抽完煙 然後去叫人家幫你量血壓 我們的外景 他是大概第五台機器 對 有時候到現場去看 他指揮 那個那邊不要抽煙拍 不能拍到抽煙 然後他就拍 他臉永遠是黑黑的 然後有一天製作人跟我講說 你的主持那個意思好了 請問他血壓 每天都維持在230這樣可以 230 你不會暈嗎 他說沒有 他還是抽煙 對啊 230我就這樣習慣 230有可能會發作 就來不及了 應該是 而且坦白講 你說他臉黑 我現在還蠻強烈懷疑 他腎臟應該有問題 因為你臉 你一般就是腎機能很差的人 他臉色會比較黑 對 因為跟我們一起曬太陽 我們也沒曬到那麼黑 對啊 他是那種一起歡熊 你知道嗎 就是反黑的那種 反黑 其實蠻多人血壓固定在180 190他都不管 血壓你一直維持很高 不是在血壓本身可怕 是在於他會身體 本來我們的血管 要有軟軟的有彈性 對 那當你的血壓一直維持很高的時候 血管的臂會去增 會周狀硬化 它就會變硬 它就變成你遇到一些 比較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它就沒有伸縮的能力 藥它就是直接破掉 那你到腦部就是直接中 跟我講的一樣 可能就出死 我血腦爆開 這種血壓高 你看聽醫師講的 你造成你血壓哪一天要破裂 來不及 真的 危險 接下來看第三項 病患超愛隱瞞病情 讓醫生好頭大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 曾經遇過太多家屬 因為各種理由隱瞞病情 我之前曾經遇過 媽媽跟爸爸帶著一個 五歲的孩子來說肚子痛 結果一照了一張S光片 裡面有兩顆小圓珠 小圓珠 一看我就說媽媽 它這個是不是彈珠 媽媽說我們家 應該沒有彈珠這種東西 我可以感覺到 整個講話的過程裡面 媽媽都是比較強勢的 那爸爸在旁邊 就好像有一點要講話 不敢講話的樣子 那不是彈珠 媽媽那你家裡 有沒有那個小鋼珠 媽媽也說沒有 那我就覺得那兩顆珠子 其實它是靠在一起 那或許它吞下去是一起吞 所以它就在場子裡面 跟著一起跑 但是我還特別問媽媽說 媽媽這兩顆珠子 有沒有可能是有磁性 對 黏在一起 然後我就稍微寫了一下定例 然後請媽媽明天 馬上又要再回診 再追蹤 然後媽媽去結帳 結果媽媽去結帳的時候 爸爸偷偷跑進來說 其實那個是 什麼事 爸爸知道 可是在媽媽面前不敢講 不敢講 媽媽不敢講 那是爸爸餵她 那是爸爸餵她 這爸爸好詭異 他去中國出差 媽媽來帶了小朋友的玩具 就是一大坨鋼珠 可以在那邊湊來湊去 然後立體造型 媽媽根本不知道 那她一看到那兩顆珠子 她就知道 是她自己買回來的 可是 媽媽不敢講 她不敢講 她不敢講 我就說 你趕快把媽媽追回來 叫她不用辦出院了 馬上推進開刀房裡面開刀 這真的是持珠 但是它不是接在一起 一顆珠子在上段的腸子 一顆珠子在下段的腸子 兩顆黏在一起 真的 腸子在下段的腸子 所以這個 兩段腸子都已經 好可怕 我說好險爸爸有跑進來 告訴我說 這個是有磁性的珠子 有磁性的珠子 大概就不能放你回家了 大概就是馬上開刀 把它拿出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對 不然你就小孩子 很危險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小孩子 他也很妙 就是早上起來 鬧鐘沒有響你知道嗎 鬧鐘沒有響 他就立刻帶小孩去急診 然後我們也覺得他太神奇了 鬧鐘沒響就去急診 結果真的一照出來 他兒子 電池 電池 所以鬧鐘沒有響你知道嗎 很大可惡 有西方人鬧鐘不會響 對啊 怎麼會想到這個 他就是打開來看電池 可能他媽媽有看 但是他們跟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他才太神奇了 第六感太準 還是我以為是鬧鐘在裡面響 對 然後是鬧鐘在裡面響 再更可怕 很多奇怪的東西 吞進肚子裡面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就連回溫針只要是關起來的 都可以跟著大便出來 一起出來 但是電池不行 電池會有微量的放電 有磁力 不管你卡在哪裡 都可以把場地穿破 好危險喔 真的 我自己是之前也是 那個有長骨血 對 然後骨血一開始就只有 就是小小區塊 對 然後可是不好意思 然後就仗著自己的手 好像會有濕疹 然後去看醫生這樣子 就跟醫生講說 我的手這樣子 他說確實是濕疹 就擦藥膏就好了這樣子 然後我說那如果 其他地方也癢癢了呢 也可以擦這個藥膏嗎 然後醫生說是哪裡 我說沒有啦 我只是說如果啦 如果 對 後來就一直拖 一直拖 因為那個時候 我一開始去看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高 高三而已 對 然後正正去檢查 都是已經我去要當兵 然後去體檢 然後後來那時候就 全身健康檢查嘛 然後一拖下來的時候 醫生就 你的骨血很嚴重耶 就差不多 那時候原本只是小小區塊而已 那時候整個 已經變成兩個手掌 擴散了 對 因為那個時候 不會癢嗎 那時候很癢啊 然後我就擦那個 我手的那個濕疹藥 就長期屁股癢 對 越擦就越癢這樣子 對 然後就後來 在那個時候的時候才 就是決定說 反正都已經被看過了 那就 被看過 就去檢查 一般我們常常自體免疫 如果是過敏年級的癢 我們醫生很喜歡開類固醇 就是去把你的過敏反應 把它壓下來 對 可是如果說 你現在是有黴菌感染 或者是你有病毒感染 你現在去擦那個藥 你不但沒有辦法去 殺那個微生物或是 你還把你局部的免疫力壓下去 所以常常 擦錯皮膚藥會變得更厲害 對 真的 但是這樣 讓我們看待第四題 說出病情 關鍵字 這才是醫生想要聽的 我記得那時候是 我女兒很小的時候 有一次聖誕夜 然後我們就去朋友家玩 玩完之後 她其實都好好的 都很正常 然後回到家之後呢 就突然間半夜 我就覺得她不大對勁 然後發高燒 就是身體很燙 然後就覺得 她怪怪的 看起來怪怪的 然後就立刻就抱起來 就送急診 到急診的時候 那醫生看一看就 好像也沒有怎麼樣 因為她睡著了 因為在車上就睡著了 就看一看 還好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就說醫生 我覺得她很奇怪 就是呼吸的時候 她有一個 凹凹凹凹凹凹凹的聲音這樣 然後那醫生很好笑 她一直回頭 發光說 這個有問題 然後結果是 就立刻就急診這樣 然後就送進去 因為她效果症好像是 就是她的喉頭 會讓她的呼吸有窘破 對 所以她會有一個怪聲音 氣喘跟蕭吼是剛好相反 一個是吸不進去 一個是呼不出來 所以她聲音不太一樣 對 那後來 確實那一次經驗給我就說 後來只要是遇到 她的呼吸有點狀況 因為後來我的老二 有一次也是這樣 大概四五個月大的時候 也是走在路上 就覺得她嘴唇的顏色怪怪的 然後我就立刻 第一個反應 就把衣服拉開來看 結果就是 就是 然後我也是嚇到 就趕快丟了那個 那個嬰兒車 我就立刻坐計程車 然後就把她送去急診 然後馬上就入院 就 她那時候後來 其實不太知道是為什麼 那醫生的診斷是呼吸 叫什麼 可是後來當然到 再大一點的時候 發現她就是嚴重的氣喘 其實笑吼這個疾病 在小孩子 偶爾也可以發現 它大部分都是一個叫 它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小朋友咳嗽的時候 會有一點像小狗在叫 對 聲音很奇怪 對 像小狗在叫的聲音 然後講話的時候 聲音會啞啞的 對 然後那個呼吸的聲音 也會改變 那其實只要有發現 然後盡量不要讓她大聲哭鬧 然後用一點點安全的藥效 時間度過 但是如果沒有發現 或是讓孩子呼吸窘迫的 太嚴重 小孩子其實很重要就是呼吸 你只要發現說 他呼吸有奇怪的聲音 或者說那個胸部的起伏 肚子的起伏不大對勁 這個都要很小心 那至於我說這個病情關鍵字 我之前曾經印象非常深刻 大概八年多前 我在大醫院 一個孩子頭痛來 他剛好有一點燒 我們覺得他可能是 所以我們就幫他安排 做一個腰椎穿刺 那媽媽在前面 用力的把它捲成蝦米狀 抱住他 然後一邊抱住他 他一邊亂動 他一邊跟他說 你要做檢查 你才不會頭痛 結果這孩子 這時候講一句話說 我也不要做 他也不要做 他也不要檢查 但是我一聽到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找 某一個瞬間 他沒有亂動 我就要把這支針 從他的那個腰椎 撥下去 我正在準備做這個動作 他講 我寧願半夜痛死 我就停止動作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小兒科 甚至有些科別 都會認為說 如果我的疾病 睡覺前痛 睡著不痛 醒過來再痛 這個還好 但是如果你明明已經睡著了 半夜痛醒 痛醒 我就要擔心你是 或是 結果我就把他送去做那個 那個影像學的檢查 他真的是 好 那為什麼 所以那句話真的 我會覺得 這一句話很重要 關鍵 因為你是腦瘤 你腦袋裡面的壓力改變 我如果這一針 從腰椎戳下去 他的腦脊髓液的壓力 瞬間改變 會壓迫到他的腦幹 會影響到他的呼吸 他可以在幾分鐘之內 在我眼前死掉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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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很多話 就是單純就這個字 就救了他 也救了我 好可怕 好可怕 還是太不聯繫去你的單眼去 真的耶 我還有一次經驗 就是我媽媽那時候也是 就是 他就是一直 常常去跑醫院拿診所 他說他胃不舒服 然後就 每次都是當胃潰癢 就給他一點什麼 那個胃乳片 什麼之類 後來就是痛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大對勁 我就把我媽帶去醫院 我說不行 你要跟我去醫院 就到了一個中型醫院去 然後醫生就說 我說他這個痛很久 我覺得不大對 而且 然後我就學他 我就說 他都這樣走路了你知道嗎 結果那醫生一看我就說 媽媽常常這樣子嗎 我說對 他都這樣走路 醫生說標準動作 去驗那個 那個叫 結果我媽媽是 對 後來是 他是 所以你看 我們節目的意思都很深 那個陳醫師 在講神醫的 你贏過江醫師 不敢 下次醫師都挑戰 你看我多病 你半夜痛醒 怎麼樣 我們下個禮拜要改 醫師好神 今天江神沒來 他剛剛 他剛剛講那個故事 其實我有同樣的影像 我們富產科有一個病 叫做 我印象很深刻 好 這個 30歲女性 其實她大概一兩天前 就來救醫了 那時候就是她說 她每次都有一些 經典症候群 但那二 我就問她說 青春期就有 怎麼現在才醫 她說真的忍到受不了 中間吃一點止痛藥 混一混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改善 所以她來找我 那時候是30歲 30歲 其實我們標準動作 止痛藥優先 可是她止痛藥沒有辦法改善 那我們會先篩檢 有沒有子宮卵巢相關的問題 的確沒有 很單純的經典症候群 那第二個選擇其實就是 避孕藥 所以我就開避孕藥給她 挑了一下 對青年症候群改善比較多 吃一吃很快改善 所以她就 一段時間就三月三月回來拿藥 兩年以後回來 這次我特別拉她進來問 我說有沒有什麼狀況 這麼順利的話 她說還好 可是最近頭痛怪怪的 我說怎麼樣怪怪 你知道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就會覺得怕怕 就是怪怪的 她說頭痛有好一點 可是有時候壓不太住 所以她為什麼這次進來 她說我可不可以再加止痛藥 那我們會多問一句 那你的頭痛型態跟以前一樣嗎 她說以前髒髒痛 可是這次不一樣 眼前有一點要閃光閃光的感覺 我們頭痛如果伴隨一個閃光 有一個疾病叫 一般人對於偏頭痛的觀念都是 我頭一邊痛叫偏頭痛 但偏頭痛其實現在的觀念 它有點血管 或是神經放電的一個疾病 那這個疾病很有趣 如果是偏頭痛 因為偏運藥 病藥會使得偏頭痛更嚴重 更劇烈 所以我就一聽不對 我說不行 我先幫你轉去大一點 因為我剛好跟神經學 神經學會他們有一些合伴活動 我知道一個專家專門在查 我請她過去查 然後我仔細一問說 真的偏頭痛 其實她一問一下 她媽媽也有 可是你知道女兒通常不聽媽媽 她覺得她媽媽是老抱怨 她說她媽媽好像也有偏頭痛 也有在看 所以剛好也是同學醫師 我就請她過去看 看了診斷 然後一個月以後回來跟我說 陳醫師真的是偏頭痛 她就要改偏頭痛 然後分辨的治療 頭痛的確也好很多 那我就說 那你避孕藥就必須停掉 所以為什麼我說 這個她也有點疏忽 因為她覺得好像還不錯 但是有時候多講幾句 或者你的訊號有改變 其實要跟你的醫師商量 對 真的很重要 今天學了很多 天總統還要吃 不能吃避孕藥 那她靠什麼辦法避孕 不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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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偏頭痛 那偏頭 不在一起她頭更痛 心也很痛 對 是心裡的創傷 對 有一個疾病叫高潮引起的偏頭痛 所以這樣也 對她也不是一個 也是一個好方法 其實我們跟醫師討論那麼久 我們看到我們 我們常常就是說 你在開刀且一定會 什麼信上帝的 拜託上帝開 對 媽祖 保佑 誰保佑 明天開刀順利 是 對 都沒有感謝醫師 對 其實直到是醫師 好了之後還是會感謝 不是 就是一般 不會祈求 都是祈求 祈求真的保佑 有一個好意思 要不要找到對的醫師 不要找到爛的醫師 這到底是醫師自己決定的 還是神佛決定的 對 我們還是對醫師充滿了感謝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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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oba 幫忙 人生有多好嗎 真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